接下來講了一個叫做灰石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小閃石 這兩個東西以前很喜歡烤 如何分辨 因為兩個長得很像 顏色都深深的 一個金型叫長柱狀 一個金型叫做短柱狀 都有兩個結理 一個90度 一個120度 但是現在已經不愛烤這種 萬一有人烤怎麼辦 很簡單 看似就會了 一個叫長柱叫短柱 一個120一個叫做90 來 腳閃石幾個字 三個字 灰石幾個字 兩個字 所以三個字的長柱 兩個字的短柱 兩個字的90 三個字的120 120 你就背下來了 古時候愛考如何分辨我們的腳閃石跟 腳閃石跟灰石 所以這個現在不愛考 您欣賞一下就好 下面那個橄欖石 看到上面一個有顏色的字都沒有 叫做完全不重要 也定度啊 你也不用背啊 這個你也不用背啊 欣賞一下 那基性的名詞是高中才有 就是那個長柱質質疑比較少的 基性跟超基性 OK 這個就是高中才有個名詞 基性火層液 看一下就好 好 這個不重要 但有一件事重要 另外 那個地球科學上 習慣用石這個字 表示礦物 岩這個字 表示岩石 岩這個字表示岩石 不要動錯 你們平常跟我講大理石 大理石 大理石 我現在在講什麼 因為這世界上 沒有大理石 這種礦物 我現在講的叫做大理鹽 但是如果你橄欖石會有問題 你心目中想跟我講的是這玩意兒 橄欖岩 結果你嘴巴就跟我唸 橄欖石 橄欖石 我以為你講的是 這玩意兒 誤會就 大 所以學過地科之後 請要有學問 我們叫做大理鹽 石灰鹽 不要再跟我唸什麼 大理石 石灰石 那個是不對 對你 不對的 石表示是礦物 鹽表示鹽石 很久很久以前 學生畢業旅行 好像遇到什麼問題 然後改換已經到高雄 他們說去參觀一個沒有泡的泡台 沒有泡的泡台 然後 他可能要故意整那個導覽的先生或小導 就問他說什麼叫鹽 什麼叫石 導覽他就說大顆的叫做鹽 不是這樣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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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方解石 靈習 有三個節理 靈習四邊行 我們靈習有三個節理 讓你背後三個節理 他有個特徵 你們可能看不清楚 你看他上面 照片上面 這邊有一個CA什麼什麼名字的 他有兩個有沒有 有兩個嗎 就是方解石的一個特徵 還有雙折射現象 不過這個是博物就不要理他 然後呢 印度三 透明無色 然後 這是重點 他什麼成分 碳酸鈣 對不對 我講過啊 石微鹽嗎 化學成分叫做碳酸鈣嘛 通物成分叫做方解石嘛 所以會有什麼性質 碰到鹽酸會冒泡泡 好 本身二氧化碳 這是我們前面跟你講過 也複習過的東西 李化老師教過 重點 他會再講一次 重點 他碰到鹽酸會冒泡泡兒 最後一個叫做黏土礦物 古時候喜歡問這五個字 因為他就是 黏土就是一類的東西 他那個 弄得非常的細小 256分之1以下那個 那個細小 所以古時候喜歡問要怎麼觀察 電子顯微鏡 因為都已經這麼小了 所以就不會談什麼結理啊 不會談什麼金型啊 但是現在也比較會問 好 怪狀啊 欣賞一下就好 但是有一件事要知道 我前面講過的 就這個是 高鈴土 好 好的黏土拿來做陶石 比較差的黏土拿來做磚瓦 就是那個紅磚頭啊 紅磚頭 紅磚頭 好的黏土來做 然後高鈴土是好的黏土 我們剛剛講過了 長石風化而來 高鈴土可以用來做陶石 所以我們說長石是陶石的原料 就是把這件事情背下來 高鈴土做陶石 高鈴土是由長石風化而來的 這個是要記住就可以了 以上就跟各位簡單的介紹一些 常見的造鹽礦物 OK